谢谢这个Helen的提醒 我觉得不管我们自己做还是叫别人做 这个关系很重要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团队 那我想下一章题 基本上分成这几段 那我想跟着Helen这个思路一起来 我们第一个一定是看耶稣怎么做 既然我们在讲座 那第二个是身为教会的领袖 我如何在生活当中复制他的方法 就是说我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来效法我的主 然后我是应该怎么样子教别人做 他提出了四点 就是分享连接受训服侍跟带领蒙徒 好下一章 所以有几段经文 不长我想还是给大家念一下 因为这几段经文对我都影响非常的深 我想也是我们在服侍主做事的时候的一些原则 我先读前面三节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第二节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第三 我的实物就是遵行猜我来者猜我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个短短的十分钟分享的时候 我就想去四福音书当中 主耶稣的他的言语他的行为 我想我们大家也是都非常非常熟悉的 但愿主他的这样的一个服侍做事的方式 就成为我们心中的这样一个vision 记得主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 究竟玛利亚说 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我想但愿主也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意念 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所以当我们在做每件事的时候 我们想的就是天父的旨意 我们在地上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做成他的功 因为我想只有这样子的motivation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欢喜快乐的一起来同工 一起来做主的功 那第二段也是一句非常扎心的 这个也是我时常提醒自己的 在马太福音当中 主耶稣在指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 他同时教导门徒说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他们把男单的重担捆起来 搁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因为我这个人以前在国内都是做老师的 所以经常喜欢讲话 也喜欢教导人 那到了教会以后 那时候第一次读到雅各书里边这句话 我就心里边就是很紧张 说你们不要随便做别人的老师 做师父 要知道你将来这个 神审判的时候 神是跟着 依据我们所知道的 来审判的 所以求神怜悯 怜悯我 一直提醒自己 不要说能说不能行 所以下面我们就具体的看下一章 请 所以在这个四节当中呢 四个主题当中呢 我把这个东西弄对我 第一个是分享 就是说那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怎么做的时候 第一个是分享 分享就是要进入人群 像主耶稣一样倒成肉身 做仆人 那我们是基督徒的门徒 基督的门徒 我们不是坐在教会里边 坐着不动的人 我们是要进入人群 我们就是要进入到我们的亲戚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同事 我们教会所有来的 这些新来的弟兄姐妹 目到的朋友当中 那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生命 跟他们建成这样子爱的关系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走出去 在跟人连接的这样过程当中 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来分享 在话语上的分享福音 分享真理 那刚才大家都讲的 我也是非常的统一 就是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是我自己的感受 凡是我讲的见证 大家记得最老的 一定是关于我自己的亲身的 一些体会 一些软弱 一些怎么样从以前是怎么样子的 一个败坏的 一个自私 一个贪爱世界 一个虚荣 一个好竞争 好比较等等这样子的人 那神怎么样子的 一步一步来改变 我想这种的见证 往往是 不管是对弟兄姐妹 还是我们的穆大的朋友 他们一个真实的 一个蒙得救的罪人的形象 在他们身上 我想是会起 神的这个好消息的作用 就是在人的身上能够开启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分享生命 分享一些新的习惯 怎么样子 在认识主之后 我们自己被主来改变 这样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一种的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 一些好的属灵的习惯等等 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 也是彼此的提醒 好 下面第二个就是连接 那连接这是我们在生命当中 怎么样子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怎么样子 连接与神 连接与小主 连接与使命 那原则就是顺服基督 操练舍己 我想这个是一个 很实实在在的 我们要跟巫师经常讲的 就是要应用的那个部分 那连接与神的话 我想就是我们要固定的 有灵修 有祷告 有这些听到的时间 默想与神独处 我不管是跟我们自己家里的 这些孩子啊 亲戚啊 新的基督徒们 或者是跟我们德国的弟兄姊妹 一直就是彼此提醒 养成这种 扎扎实实的 这样领袖的习惯 然后再连接与小主 就是不断地对付老我 其实我们如果自己 一个人在家里 与神亲近 真的是好得无比 但是我们必须把自己 放在这样一个基督的身体当中 在小主当中 在团系 在教会 在各样的服饰环境当中 我们来对付自己 我们来谦卑地服侍 关怀弟兄姐妹 新的朋友 第三个 连接于使命 所以我也是 不仅我自己 我也是鼓励 大家能够走出 我们自己的小主 走出我们这个比较 已经习惯的 这个 comfort zone 甚至于走出神舟谈戏 甚至于走出教会 走出我们的堂会 那我自己是 我想是在2000年吧 是因为那时候 万姑姑的关系 我就开始在教会的下午 星期天下午有一个青少年培训班 大概十年的时间 其实平常的这个学生 一般的不会超过十个人 那最少的时候 大概就两三个人 所以我每次 每个星期天下午 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 我心里都有一个梦想 我说我哪一天 这个门一推进去 房间里面都是这些孩子 结果十年以后 第一次去四川短线 是2010年 在免足教会 然后后面有三个地震棚 所以那一天上午 他们分配我去讲圣经故事 我这个门一推开的时候 里面真的是满房间 都是这些小孩子们 这些从地震当中 svive下来的 这些年轻的孩子 然后我真的很感动 就跟他们分享 这个耶稣基督 从此以后呢 我又有一个梦想 因为我原来在中国 在大学里面教书 我就想我哪一天 现在我可以重新的回到大学校里面 给这些大学生们 我站在讲台上 跟他们来分享 耶稣基督的福音 结果神没有把我派到中国 但是他却把这些中国的学生 带到了德国 所以每次想起神自己的带领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敬畏 所以我一直鼓励弟兄姊妹 真的让神给我们 有这样子的意象 也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 我们能够可以走出去 好 下一章 搜寻示范 耶稣让门徒看他如何服侍 这些标题就是为服侍要装备 提供服侍的机会 拆派去服侍 那么在我们带领盟讯 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这个当然我跟姐妹们 接触比较多 就是有的在说 大家也有心要服侍 那么到哪里去服侍 我怎么做 我怎么样子开始 所以因为个人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每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 所以真的感谢主 因为我跟很多姐妹 也是有非常好的关系 也就看到个人的恩赐吧 我都会鼓励 就是比如讲 我们神州也是有些姐妹 她说我因为也不好 教会一直缺少这些儿童 组织学的帮助 那我说你可以去做helper 所以就帮助他们 管管次序 带着小孩子去bathroom 就是从这些地方开始 那我前两天 还有一个姐妹打电话过来 她说永利 我不像你这样子 可以关系人 这个时候打电话关怀 她说哎呦 但是又是很无聊 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做 那她非常是有这个 柴块方面的这些恩赐 那我也祷告以后 然后跟高医生 也是有些联络吧 那真好中国这个宣教施工 他们就非常需要有 这个柴块方面的这个义工 所以我就帮他们 这样子牵上线 其实我想这个服事的机会 还是蛮多的 一方面是要祷告 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 要跟姐妹们当然 有非常要友好的关系 所以他们也会喜欢来问你 然后呢 你给他们一些suggestion 他们祷告的时候 他们也许就是有一个机会 就开始他们在哪里的服事 好下面一张 好这是我最后一张 他派出去成为门徒带领者 这也就是我们书的整个 他的中心 他就是要make disciples who make disciples 也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个传承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整体的传承当中 主体是神 那个媒介是人 是神的工作 但是是通过人来做的 所以这个传承就是交托 就是让我们把我们自己 所有的把我们知道 所知道的 把我们所相信的 能够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我想在这个都是神自己的工作 我们都是因着神的怜悯 在茫茫的人海当中这样子 把我们召集成为他的儿女 成为他家里的人 成为能够服侍的人 也成为能够一个带领的人 所以但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能够有全身心的来接待 来鼓励 来帮助 来支持 来陪伴每一个神 安排在你我生命当中的接棒人 以至于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 一起来侍奉我们这位永生之神 所以将来 不管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间 多长多短 我们的角色 不管是什么 在神的永恒的救赎当中 我们都能够有份 将来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 在见到主耶稣的时候 能够听他说 你是我忠心良善 又有见识的仆人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永利的分享 那永利讲到梦想 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有梦想 不是一天过一天 我们求神把他的梦想 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能够逐梦踏实 经历神带着我们分享 我也有梦想